在上一集里面 师父谈到我们可以用拜佛或者是念佛的方法 来去除散乱之心 让我们学会专心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如何对付散乱的心 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您提到这个念佛拜佛可以去除散乱的心 让我们比较专心一点 那散漫的心呢 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方法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散漫心我们讲过了 就是迷迷糊糊 茫茫人 不知说一样 再叫做散漫心 所以有散漫的人应该叫他自己每天有个功课好做 还有一个人生的目标 方向把它建立起来 也要叫他发一个愿 有自己想要做的事应该要做的事 每天呢要把自己的生活怎么样的规律化 早上应该怎么起来 什么时候起床 起床以后应该做些什么 就把生活规律化以后 渐渐渐渐渐渐就把这个散漫心呢 就会去除 但是呢还要培养兴趣 你没有兴趣的话 虽然有目标 这是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僵硬的东西 直接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 先要兴趣培养起来 要让自己知道散漫的生活是非常沉闷的 非常不愉快的 非常不开朗的 非常没有希望的 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的一种生活 那让自己的生活变成有意思一点 那就是因此给自己一个目标 培养自己的兴趣 常常来发现自己 还能够做些什么事 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一样事情做完了 另外一样事情再去做 试试看 这很简单的 就是说每天来欣赏一下 自己起床以后 把床铺把它摆好 摆干净了 然后呢 把生活的环境里打扫干净了 东西都放整齐了 那心也没有持续 生活也没有持续 它就变成散漫了 所以要把它放上 自己培养成这样 让自己放在轨道里头去 然后呢 最好 让它让它能够合群 跟其他的人能够生活 能够交往 如果是非常孤僻的 孤独的孤单的一个人 再加上散漫的话 那这个人很可怜了 那如果说是还能够合群的人 他这个怎么样是散漫的 他心里还是觉得很需要朋友 那既然需要朋友的时候 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他有朋友圈里面的生活方式 生活的文化 因此呢 这个交朋友最好能交一些 不是乱七八糟的朋友 能够讲修文的 或者是讲信仰的 或者是来做一些什么 有印尼的事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 多几个朋友 那自己的生活就会转变过来 是 那么师父您刚刚说 生活要有规律 要有轨道 那有的人是想说 那这样完全依照这个规律 和轨道而行 是不是太呆板了呢 不会 像我们出家人的生活 我们主张要随众 随众 随着大众 这叫随众 随着大众一起生活 我们随众起床 随众 这个商店过堂 随众做西 这个都是团体生活 团体生活 能够培养出自己的那一种 向上的心 因为其他的人 都是那么精进 都是那么用功 都是那么 有一种进取心 那自己一个人 没有进取心 也变成有进取心 所以是 随众并不是一种 好像带板的事 就是变成 好像一个机器一样 其实 在军众来讲 军人也是一样 军人 它是一个团体的生活 其实军人 并不是那么带板 并不是那么枯燥 军人的生活 也是非常有 有意义的 它是不同的人 在一起共同的生活 它自然而然有一种互动的 这一种 这个力量在 那既然是互动 也比较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就会往好的地方是 往好的一面是比较多的 所以是 很多人 如果说 这个人掉队了 这个人吐队了 这个人吐虚了 这个都是 这个散漫的原因 因此呢 我们进入轨道 或者进入团体 或者进入人群 一方面 接收人群 一方面 直接被人接收的时候 这个散漫 自然而然就会没有 师傅能不能跟我们谈 就是说 生活规律的话 会 我知道出家这种生活 都是非常规律的 那这个规律 对人有什么好处 规律的好处太多了 我举一个比喻 那个 有一种柱子 就是梦中柱 是什么柱 那个柱子 一个圆里 坐圆里边 全部都是柱子 同类的柱子 它长出来的时候 这个没有长弯的 都是直的 而且 每一根柱子都往上长 因为共同的在一起 生活的成长的时候 它一定需要 接收到营养的 接收到这个利益 接收到自己的成长的 这种机会 它一定 这个长得很好 如果单独的一个人的时候 五十位 它没有 没有说 我非得要跟人家一样的 要接收到这个教育 或者接收到成长的 一种机会 它就没有关系了 那就变成了 得过且过 很容易迷失自己 很容易迷失自己 是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师傅的开示呢 提到就是我们要立定目标 要培养兴趣 同时呢 要有规律的生活 随众生活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克服我们的散漫之心 希望您也试试看 那也欢迎您下一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佛法的智慧